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祝内平安! 我特别的紧张,其实师父啊,觉得其实做一期节目,又紧张很多,因为祷告啊,流程啊,都不是说特别的,特别的这个,驾驭的好,我做祷告的时候,向神说,我说,天父,我知道我的能力特别有限,真的是这样,但是,我求神啊,让我今天不是在这表演,不是在这主持一个节目,真的让我所说的话, 是你让我说的,让大家定睛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是我懂他在这表演什么,我特别害怕走入这个误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做这个主席啊,真的是很战惊很敬畏的原因,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儿戏的事情,所以我特别的荣幸啊,感谢主,感谢牧师师母给我这个机会,有很多的感受和分享,有机会我会和弟兄姊妹们 继续的来交流,但是我真的对火水感到高兴,就是我一步一步的,从去年的,基本上这个时候的今天看到,我们的火水这样的复兴,这么的荣神的祝福,是所有的教母同工共同的努力,把荣耀都归给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争作生命饼,争作葡萄酒,美味的酒,美味的佳肴, 送给我们身边的更多的人,谢谢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先给大家鞠个躬吧,有什么帮助我一起来成长,谢谢 今天呢,是9月1日,是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秋秋的季节,也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让我们把最美好的一星期的开始,献给我们的阿爸父神 同时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礼拜日,因为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幸的邀请到了,来自洛杉矶的一对康地,这位夫妻,这一对夫妻啊,他们今天将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的,历经风雨之后的人生的掌握,和来自于神的真谛的话语,将我们受益了多,一定会像刚才姊妹们, 他们说的一样,我们空空的来,宝宝的回去,并且把我们今天的收获,传扬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迷失的羔羊,回家 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一起来起应的方式呢,来读,小红粉色的彩页上的,十天,五十至五十一天的节目,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 应该是名字,一二三 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前面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 您能要以感谢为祭的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必要在宽阳之日求到我 我必答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神啊 求你爱你的死爱的天气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破坏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正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我使他自在罪孽而生的 在我无心怀态的时候 就有罪罪 你所心爱的 是内力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你用心草 提醒我 我求我感激 求你喜低落 我求你喜低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命 不要承诺我收回你的神 求你使我得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自我乐意的灵 扶持你 扶持我 我求你所压伤的 只要用获犯的人 罪人必毁身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 你的公义 求你使我最深难开 我的口便担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 烦祭 你也不喜悦 以及神所要的志 就是忧伤的灵 扯那忧伤痛快的心 你并不欺憾 阿们 谢谢弟兄姊妹 先命 让每一位 请你们 口开 心开 灵开的 向我们上帝 我们一起 祈祷 哈利路亚 今天阿爸父 我们在天上的爸爸 谢谢你将这么美好的光景 又赐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让我们带着感恩 带着你荣耀 来到了你的圣殿 今天 让我们再次聆听你的话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 知道 什么是爱 当我们遇到 痛苦 国难 坎坷的时候 是你的爱的力量 支撑着我们 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当我们病痛 危难的时候 也是你的爱 围着我们 爱护着我们 护卫着我们 从敌到外的 为我们一致 因为从你造天造地造万物的那一刻起 你就正正地向我们承诺 失丧的 你必领回 费劣的 你会寻找 受伤的 你必缠过 有病的 你必一致 这样的约定 更古 无变 让我们在今天的恩典时代 每天都要 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 口开心开 灵开地向着你 每天有圣灵的充满和带领 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宣告 赶祖所有 撒旦摩给给我们的 一切的诱扰和诱惑 对我们生活的一切的搅扰 让我们心怀着 坦荡 正直 公益和清新 愿每一个孩子 在你面前 探路出他们的心声 一无挂虑地 献给你 把一切的附和 献给你 因为你说过 只要我们求 我们就必得着 愿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 无论是职场 家庭 还是亲友 我们都能够让外国人看到 基督徒的荣耀 天父谢谢你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 求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真的 临死苦想 爱的真谛 因为爱 可以改变一切 爱 可以缔造神迹 天父谢谢你 求你再次地把 两个孩子 黄子妹 粘着胸 握在你的爱心里 握在你的手心里 当作宝贝地 来哄作他们 今天的讲道 让每一个听到的人 都能够发自内心地 感悟你的爱是什么 什么 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为什么说 爱才是最短的道路 相信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只要有了基督的爱 一切都会解决 一切都不是问题 谢谢耶稣 吹听我们的祷告 也被我们做中宝 传递我们的祷告 完完全全的交付仰望 在您的手中 用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今天特别的激动 以至于 以至于我的心 是有点 纷乱了 真的有点纷乱了 因为今天上午来的 比较早 参加了第一堂的 听到 这个道太特别了 因为和我 自身的经历 那么的出奇的 类似啊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很伟大 特别心安理得地接收着弟兄姊妹的努力 哦 你很不容易 很了不起 但是今天听完道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是 A piece of cake 真的不值一提了 因为今天的这位子贝 他所做的事情 可能 真的是 我只是做了那么久 我只做了那么久 我一毛的比例的感觉 我再不以你为好了 所以上帝提醒我们 不光要为做错的事情 反省自己 要为自己做的比较觉得好 要为善的事情 也要反省自己 阿们感谢主 给我上了一堂课 那么这个经历呢 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内似的经历 当然大小有别啊 但是感同身受 那接下来宝贝的时间呢 就交给这两位 万难一共 毕竟风雨 终见彩虹的夫妻 但是在邀请他们上来之前呢 我想先来给大家念一下 圣经上关于爱的定义 因为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爱 爱是最短的道路 如果大家手里的圣经方便呢 也可和我一起来 翻开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那么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也许大家很多都已经 比如说这个 被提的时候 都已经被的梗瓜烂熟了 那么什么是爱呢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主赐给我们 更美好的话 终生终世的要学这一段话 可能都学不完 那么我开始之前呢 也为这个黄姊妹和真理兄 做一个简短的小介绍 黄姊妹呢 他们二位和真理兄二位呢 都是代之事奉的 我们主位非常宝贝的弟兄姊妹 那么黄姊妹 她是知名的专门作家 也是展文家 小说家 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基督徒作家 我们非常地高兴 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姊妹 她有很多的著书 其中爱是最短的道路呢 不是一个代表作之一 那么还有 你可以拥有幸福 因为你值得 如果大家在后台可以看到这本书 很多因为有十几本啊 我就不一一雷数 在邮件里和什么都预计了很清楚了 有专栏啊 美国一些这个比较重要 比较西传媒的你我的故事 等等啊 那么张提兄呢 他现在呢 是在PTL的Connections 做美国市场行销 及行政管理顾问公司 他也曾经在北美的 GOOD TV做顾问啊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也是关注我们主类的一档 很著名的栏目 小米卡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同样谢谢 嗯 好 差不多都说了 我们把宝哥的时间 就有请黄之婷子妹和 詹思琳弟兄来讲员 两位讲员来讲他们的道 所以我特原建议啊 如果成功团队 没有意见的话呢 我希望至少有一个月 都是他做主席 让大家好好观察说 要如何把主席 这样一个职份 怎么样做得尽善尽能 不亏学神的荣耀 不然我们做主席 如果上台的话呢 你这样做 哈哈哈哈 或是 嗯 让大家唱歌 对不对 实在是亏学神的荣耀啊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等他可以的话 好吧 在一个月之内 每个礼拜他做主席 好 好 大家好 HOLY